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吗 或许有些年轻人会感到茫然 但如果是70后80后 那一定会感到特别亲切 并想起那个陪伴自己度过了青春岁月的甜美声音 孟廷伟 不久前 孟廷伟刚刚度过了她51岁的生日 当天 她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自己与妈妈的合影 照片上 两母女的状态都特别好 孟廷伟虽然不再是那个准准的女孩 但也丝毫没有人到中年的憔悴 看来 离婚后的生活过得不错 孟廷伟 本名 陈秀梅 出生在台湾省高雄市 从小就展露出自己在唱歌方面的天赋 在她读中学的那个时代 台湾的民歌餐厅非常盛行 有不少歌手和音乐人都是在民歌餐厅助唱时 被星探发掘 孟廷伟也是如此 当时 孟廷伟在一家民歌餐厅唱歌 最让她得意的是自己的收入 同学去MG打工 一小时只能挣十块钱 而她却能赚五十元 当有唱片公司想要签下孟廷伟的时候 一开始 她的父亲是反对女儿进入娱乐圈的 这位深爱女儿的父亲觉得 娱乐圈太过复杂了 而自己的女儿年纪又小 人又单纯 怎么可以进入这样的大染纲 所以 她甚至用断绝妇女关系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但孟廷伟的妈妈却很支持女儿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由于当时孟廷伟还没有成年 合约需要监护人盖章 妈妈就偷偷拿了爸爸的印章交给女儿 这一小小的举动 成就了后来轰遍亚洲的孟廷伟 其实孟廷伟的前两张专辑并不算成功 尤其是第一张专辑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谈拢合约的女歌手 遗留下来的 从调子 编曲到风格 都不是那么适合孟廷伟 而孟廷伟对自己的造型也很不满意 她不想被打扮成洋娃娃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实力派歌手 却被塑造成了偶像派 在后来一次采访中 孟廷伟这样说 虽然如此 但这样可爱的扮相还是给孟廷伟带来了利益 歌没能传唱 但人被注意到了 广告也找上门了 1991年 孟廷伟出版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张专辑从曲风到造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封面上的孟廷伟 齐刘海加短发 看上去清纯中又带着忧郁 当时台湾娱乐圈深受日本风潮的影响 唱片公司觉得 孟廷伟很适合对标当时走红的小拳金日子 所以参照他的造型 让孟廷伟剪短了长发 没人知道 因为这 他还大哭了一场 这张专辑一炮而红 全亚洲总销量达到了500万张 孟廷伟一夜间成为台湾最红的女歌手之一 同时 他也获得了月亮公主的美称 随后 他又接连推出了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谁的眼泪在飞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风中游朵雨作的云等专辑 几乎每一首主打歌的传唱率都很高 1995年 他还带着风中游朵雨作的云登上了央视冲晚 虽然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这个节目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孟廷伟在当时有多红呢 有一种说法是 他是唯一专辑销量能跟四大天王抗衡的女歌手 有趣的是 后来孟廷伟曾经遇到一个做盗版碟的老板 他告诉孟廷伟 我就是靠你起家的 风中游朵雨作的云这一专辑就卖了五百万张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孟廷伟的受欢迎程度 2003年 孟廷伟差一点就要去印度出家 那几年 曾经风光无良的他 接二连三的遭遇打击 事业滑坡 哥哥遭遇车祸去世 闺蜜癌症去世 父亲中风 1999年 30岁的孟廷伟觉得自己应该去追求一些别的东西 2000年 他宣布退出演艺圈 并开始速食 后来在采访中 他表示 当时的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娱乐圈的生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孟廷伟的父亲是懂女儿的 他的性格的确与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格格不入 在刚入行不久的时候 孟廷伟曾经被雪藏了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他的不妥协 那时 台湾有一档模仿秀的节目相当红火 节目组邀请孟廷伟去模仿潘月云 潘月云是孟廷伟非常喜欢的女歌手 当他发现 节目组希望他去夸大潘月云的嘴巴 以及某些很有特点的舞蹈动作时 他觉得难以接受 直接躲了起来 结果 节目开了天窗 孟廷伟也被封杀 最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小小任性 竟然还连累了公司的其他艺人 节目组表示 再也不会跟这家公司的艺人合作 无奈之下 孟廷伟只好上门道歉 也是因为这个事件 让孟廷伟反思自己的行为 他明白 自己对于这件事的处理 的确不太对 也明白了 娱乐圈的生态就是如此 你要么离开 要么顺从 于是 他开始催眠自己 把娱乐圈的种种 看作自己童年时的角色扮演游戏 尽管如此 他还是经常 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哭 这种不适应 并没有因为他的妥协而好转 随着媒体生态的变化 艺人需要绯闻 需要上综艺 需要半丑 孟廷伟越来越觉得 这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一个歌手没有办法 只是单纯的唱歌 他宁肯离开 他觉得 自己获得名利都太快了 三十而立 应该去追求一点别的东西 就在孟廷伟差一点要出家的时候 他偶遇到了 阔别十三年的同学 张志鹏 从十九岁出道以来 孟廷伟一直都生活在 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 因为名气太大 他没有办法像普通人一样 去体验烟火人生 比如 他已经好多年 没有参加过一场婚宴 而张志鹏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张志鹏是做企业的 他的社交圈 和看问题的方式 跟孟廷伟完全不同 他带着孟廷伟进入了他的圈子 让他感觉到了新鲜感 2004年 孟廷伟与张志鹏结婚 并宣布付出 2007年 生下儿子 小宝弟 在那段时间里 孟廷伟看上去很幸福 他在访谈节目中 大谈夫妻俩的浪漫细节 去哪里工作 都带着孩子 即使到了2014年 官宣离婚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段婚姻最终的走向 是一场狗血剧 2014年 是孟廷伟和张志鹏结婚 第10年 当时有传闻说 他们两人已经离婚 张志鹏在社交账号上 发表了一篇 4000字传闻 回忆了10年婚姻的种种 并对妻子深情告白 就当吃瓜群众以为 离婚不过是乌龙事件的时候 孟廷伟却发布动态 我们曾经期许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很遗憾 没有坚持走下去的人是我 2013年1月10号 我们已和平签字离婚 希望这份声明 可以令一切纷扰 到此落幕 被打脸的张志鹏 只好承认离婚的事实 并表示 会再追回孟廷伟 然而 这看似好男人的做派 也是假象 2016年 一位香港女星突然跳出来 爆料孟廷伟离婚真相 他不仅指责孟廷伟 婚内出鬼女助理 还说他逼迫张志鹏离婚 而张志鹏 也一改之前的申请面貌 控诉孟廷伟 逼他净身出户 正在孟廷伟被娱乐大众 指责骂骂的时候 是小儿子站出来 替母亲说话 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 想要帮妈妈 摆脱舆论的指责 武端的骂名 所以 孟廷伟的儿子 才在微博上 大胆反对父亲张志鹏 对母亲的骂骂 而张志鹏 还死皮赖脸的说 这些话 都是孟廷伟教唆的 让儿子遭受这样的处境 孟廷伟很是心疼 对儿子非常的愧疚 所以 他不得不站出来 为自己证明 原来 张志鹏的公司早就破产 这个男人不仅不断向他借钱 而且 还家暴过他 为了这个男人 他甚至在怀孕期间 飞来飞去 四处演出 2004年 孟廷伟的父亲刚刚去世 他就飞到外地 去拍摄MV 每晚都在酒店的淋浴间痛哭 而这份工作 原来 也是张志鹏给安排的 真相总算大白 但这段婚姻 留给孟廷伟的伤痕 却未必那么容易抹平 好在孟廷伟还有音乐 还有母亲 还有儿子 离婚后 孟廷伟仍不时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自己的生活 音乐 慈善 儿子 小动物 旅行 有时还会开开直播 上传小视频 和粉丝互动 单身的生活 也很惬意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从脸上是能看出来的 虽然如今 属于孟廷伟的时代 已经过去 但相信 他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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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